高血压患者平时需要关注哪些指标,如何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呢? 朋友们好,我是心血管汤医生。 我们全国已经超过2.45亿有高血压,对于高血压很多人不够重视。 还有人虽然重视,但不知道如何进行管理。 其实,高血压管理需要做好四件事。 第一,是找出高血压的原因。 第二,看高血压达到哪一个危险层次。 第三,看高血压对身体产生了哪些影响。 第四,高血压管理是否达标。 首先,我们先要看一看高血压有哪些原因造成的。 最近门诊发现几个年轻人的高血压,年龄才30多岁。 血压就飙升到180-100毫米拱柱以上。 这样的血压无论如何都要找出高血压的原因。 咱们高血压90%以上都是原发性高血压,常见于中老年人。 有的有高血压的遗传家族史。 这种高血压一般找不出基本的病因,是由于年龄的增长,动脉周围硬化出现,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。 还有大约5%左右的高血压属于激发性高血压,常见于年轻人或者老年人难以控制的高血压。 常常是因为存在一些疾病,让血压升高。 比如肾上腺肿瘤,肾血管狭窄,慢性肾炎,主动脉缩窄,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,妊娠高血压,药物引起的高血压等。 其次,要看看自己的血压属于几级,属于哪一个危险层次。 按照传统的高血压分级,可以分为三级。 一级高血压指的是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共柱,和或者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共柱。 二级高血压指的是收缩压在160到179毫米共柱,和或者舒张压在100到109毫米共柱。 三级高血压指的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共柱,和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共柱。 其实呢,二级和三级高血压治疗方案上没有太多的区别。 您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血压属于几级。 关于高血压的危险分层上比较复杂,总的原则是,血压级别越高,心血管危险因素越多,高血压的危险层次就越高。 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大于55岁,女性大于65岁,吸烟,糖尿病,糖耐量异常,血脂异常,早发的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, 腹形的肥胖,高同型半光氨酸血症等。 把气管损害包括左心式肥厚,颈动脉超生可见斑块,以及微量白蛋白尿等。 第三,要看看高血压对身体产生了哪些影响。 高血压最常引起的是心、脑、肾脏的损害,以及产生的并发症。 如果出现了心电图的左湿高电压,左心式肥厚老损,心脏超生提示心肌肥厚,心脏扩大,甚至出现了心脚痛、心力衰竭等情况, 说明高血压已经产生了心脏的并发症。 高血压很容易引起脑血管的并发症,常见的像短暂脑缺血发作、腔吸性脑梗塞、大面积脑梗塞、甚至脑出血都是比较严重的并发症。 高血压对肾脏的影响也越来越被重视,许多尿毒症的患者出现都和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。 早期检查发现蛋白药、血肌肝的水平升高,这些都需要高度重视。 第四,要看看高血压的管理是否达标。 对于不同的人群,血压的管理要求不同。 咱们在前面讲过,如果对于一般的人群,最好能把血压控制在140、90毫米拱柱以下。 对于65到79岁的老年人,最好能控制在150、90毫米拱柱以下。 如果能够耐受,进一步控制在140、90毫米拱柱以下。 如果是80岁以上的老年人,最好能控制在150、90毫米拱柱以下。 老年人合并糖尿病、冠心病、心理衰竭、慢性肾功能不全等,最好能够控制在130、80毫米拱柱以下。 总之,高血压的管理并不是简单的问题,需要做到知己知彼,方能百战不殆。